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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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盘活之后 做成我们一个高档性的民宿 让外面的游客来周末的时候来住一住 长假的时候来住一住 形成我们这个民宿经济 永宁镇不仅有丰富的自然风光 还有丰富的红色资源 1927年9月9日 毛泽东同志便是在这里发动了秋收起义 因此留下了肖家祠 阅兵广场等大批的红色印记 除此之外 许多部队曾在这里停留 许多建筑 如彭德怀部队驻扎处 罗湾老屋等 保留着当时留下的历史印记 这座民宅便是罗湾老屋 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这座宅子里却珍藏了26条红色标语近90年 1932年击退敌军后 红十六军进驻丰田村 排布村 与百姓共同生产劳作 当时七十一团便驻扎在罗湾老屋内 驻扎期间为宣传红色革命纲领 鼓励广大工农加入红军 在老屋墙上留下了大量红色标语 可当时如果标语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 老屋主人邱举贤全家便会性命不保 但是即便如此 邱举贤也不愿毁坏标语 为了保护标语 在买不着纸张的情况下 邱举贤忍痛将祖传的祖谱撕下来 一张张贴在标语之上 将标语隐藏起来 如今守护标语老人是邱举贤的儿子邱严霓 如何 今年有八十多岁了 三八年三个 三八年八十三岁了 这种房子哪年建的 过红色 过红色几百年了 几百年了 两百多年了 两百多年 这里面总共有二十多条标语 红色标语 这些标语都是红军当年 为我们贫苦老百姓 打天下石榴下的 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不要毁坏了 这是邱举贤去世前 对儿子邱严林最后的嘱托 七十多年来 邱严林始终牢记这份嘱托 经守着这座 充满红色记忆的老屋 这几十年的标语 反正地位终于 国民党成贵来 共同革命 国民党成贵来 为了延长游客 留在永宁镇的时间 率将将目光 描向了永宁镇的红色基因 驾封今年建党一百周年 率将与镇政府 制定推出了红色基因村庄游 特色旅游路线 跟我们的红色资源 应该是很丰富的 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 外地的一些党员干部 多到我们同国来 重温历史 重温我们秋初期的 这样一个过程 学习我们一些 先例的 这样一系列的一些 先例的试剧 罗湾老屋 是这次红色基因村庄游中 一个重要的景点 考虑到游客的观感 和老人的安全问题 率将打算 劝输老人搬出去 但是几十年来 村里也曾为老人 安排了干净舒适的安置物 但老人都拒绝了 这次 率将结合老人的情况 给老人提出了新的方法 马上五一到了 就很多人都会到 我们这个地方参观 现在我们罗湾老屋的 名气也出来了 很多人参观 也会影响你的生活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 腾空一下 现在一个地方是 列路里文物单位里 现在你看一个地方 你看反击是很差 我们要把一个地方 准备进行保护起来 保护起来 你还是不容易 你给这些标语 是保护了几十年 没问题 我说以后 旁边我们给你 装出一个新的房子 你在旁边 就在旁边住 来把这边弹出来 好吧 这边你就可以继续 这个跟人家介绍这个标语 跟你的这个住的环境也改善了 好吗 这个我们整个这个房子 我们要进行维修改造 在帅江的带领下 永宁镇乡村旅游发展的如火如荼 平田村更是在2020年 获平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并且被评选为乡村的4A级景观 平田村是一级水源保护地 这里村庄整洁 环境优美 每年油菜花 樱花 应山红等开放的时节 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观赏 但是帅江刚到这里时 这里却是另一番景下 当时到平田的时候 平田那个地方 刚刚封一发电稿了 它的路是很烂的 道路泥泞 环境脏乱 但平田村拥有比其他村庄 都要好的环境优势 作为镇党委书记 帅江从全线角度出发 决定将平田村 打造成铜骨的后花园 首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修路 修一条能让平田村 旅游发展起来的希望之路 我说这么多人去看 我说这条路 不仅仅是我们平田钓鱼的路 它是我们整个铜骨县的 一个后花园 所以这条路的标准 我觉得应该是高一点 按照我这个要求 我是修不出来的 我们这个乡镇 我增起县里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 我说平田老百姓 很支持工作 在县里和村民的支持下 最终修成了这条彩虹路 这条彩虹路 连接起了平田的各处景点 也开启了永宁镇乡村旅游的发展 5月1号到5月时候 真是我们整个三年双印山峰 开的时候 最旺的时候 最旺的时候 今年这么多游客过来 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宣传 我们要跟游客进行一个互动 当然我们也发现 旅游过程中有什么安全的问题 有什么其他东西 也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是到三年里 看一下这个印山峰 为了能够实现 今年多留住游客 在永宁的目标 率将打算 打造几个网红打卡地 太阳岭的万亩印山峰 并是率将书记 重点打造的景点之一 把这些杂草清出去 把这些印山峰凸出出来 包括一些垃圾什么东西 都要继续清一下 还这种东西 特别是这个会扎人 要清掉下 但清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子 就是不能把那个印山峰搞坏了 对对对 你看这个印山峰多漂亮啊 这个发开的多好啊 马上就五一了 为了我们这么漂亮的景 跟我们这么多游客会过来 这是我们疫情之后 这个第一个五一这个房间中 肯定会很多游客过来的 每年的四五月份 永宁镇的雨水很多 除了在景点观赏过程中的 安全问题外 率将还特地修建了一条 紧急疏散道路 预防游客在下山过程中 遭遇突发状况 里边是五鸣吧 你说感觉你把我掉到 以这边把个路捡搞起来吗 要现在 这个应该是不能超过三十分的车子 那撒电子草子 这个草子也不是很贵的 撒电草子 但这条路这边二十八天满的 然后这边可以放心 放心之后呢 那边呢开始修 伴随着平田村道路的改善 村内环境的改善 也被提升日程 整个道路修得这么漂亮 这样跟我们现有的这个平田的环境 又不搭了 这里面 我这里面呢 又找到一些老表 又跟我们呢 争取了一些项目资金 新农村建设的资金 把一些我们一些 一些基础的环境提升了 在过程中呢 跟我们又争取了县里面的知识 因为这边是我们水的上游地 我们把这个整个污水管网啊 这个东西啊 又重新兴过了一遍 平田村的发展 改善了大部分村民的生活 但是当时 还有很多村民 住在山上的微房里 那些年 为了解决镇上贫困户 和山上居民的生活问题 率将利用周末时间 挨家挨户访问 事无巨细地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我是在我们这个县里面 第一个提出来 作为党委书记 包括要求我的镇长 走遍所有的贫困户 为什么要走遍所有的贫困户 因为每一副的贫困户 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把这个情况摸清楚 我下午的政策置顶 是有问题的 通过走遍这些贫困户 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很多很多的感触 把情况摸清楚之后 对我下午的各项工作 少走了很多万路 在家里面 不理应交 在 2019年通过异地搬迁政策 山上的村民搬到了山下 住进了新房 但是对于一些情况特殊的村民 率将还是一直在关注 今天马上去做事 今天都正说搞卫生 今天搞卫生 今天搞个是 保健是9000一个月 爸爸一个月 爸爸 今天1300 爸爸该1300 你还可以做点其他事吗 还做其他事 午后 我在里面 20公元 好像我最年少了 我最年少了 有人去做 整个人多远一个人吗 你还要去多远一个人吗 整个人成为何人 整个人都排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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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卫生 在每个月 里云娇现在负责平田村 及周边景区的保健工作 2001年 李云娇被查出患有肝硬化 静脉舒张等疾病 十几年来为了治病 欠下了几万元债务 帅姜在走访过程中 了解到她的状况 积极地帮助她申报护林员岗位 解决了李云娇家里的 基本生活问题 我学院是那个 学院是那个老山区 是什么疯子 是什么疯子 气味很低 种这个果 这个田 温度低 杀量又不高 现在我们榜的下面 显示这么好 在国外面九龙国面 在人里面的房间 国外面都很好 得益于平田村 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村庄的治理 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 许多像李云娇一样 前两年异地搬迁 从山上微房 搬到村子里的农户 都可以发挥所长 通过旅游服务 民俗表演 做生意等途径 参与到平田村的旅游发展中来 获得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今天猫去做事啊 做的事啊 做什么事啊 在山上搞珠子 山上搞珠子 总之 这个羊呢 羊已经刚购买的 购买的了 现在贷款全部还钱的是吧 全部还钱的 算了哪钱吗 算了 反正人捡住算了 还是不自己要买其中 不知道哪个算多少 也是四个做的啊 戴隆明曾经是 帅江重点的扶贫对象 现在他和妻子 在知青驿站门口 摆了个小摊 游客的到来 也为他们带来了一部分收入 知青驿站 是帅江这几年 重点打造的一处景点 是给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 知青的一个回忆 69年到70年 有1560个上海知青 到同谷 他们第一个晚上在住 住了之后 分到各家各府去了 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同谷 所以这个知青 这个博物馆是他们 整个一代人的这个回忆 我们现在在知青的年龄 大概是在65到70岁之间的 现在他们是有时间有钱的 他们我们每年的这个 这个熟假秋天的时候 我们这些知青都会回来 到我们这个地方看一下 他们有些知青 要来一起 到我们农夫家租一栋房子 住就住一个月 所以他们到了同谷之后 他们说哎呀 怎么没一个地方可以 值得匪备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地方 整理一下子 简单的整理一下子 按照他们的这个 然后在全面发微信 要他们捐一些老的物件 捐一些老的照片 然后做一个展示的平台 在帅江的带领下 永宁镇走出了一条 从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道路 全镇236户 560名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大部分村民在家门口 就实现了就业 其中平田村集体资产 达一千余万元 集体年收入达五十余万元 2020年 因为在脱贫攻坚上的 突出贡献 率江融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家 眼看五一即将到来 而新元村的成元谷 承担着五一黄金州的 大部分高端游客的接待 和住宿问题 但是成元谷和村民之间 关于出竹子的矛盾 还没有解决 成元谷能否顺利开业 关系到率江五一黄金州计划的成败 率江打算 找成元谷的负责人 袁林聊一聊 顺便看一下成元谷的准备情况 原谷林 现在给食看都记得差不多了 是 这段时间还是有点变化 这边那个绿化都搞好了 跟五一能够兼油吗 我打算五一的时候是不开业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我觉得要解决问题了 我才能够安心地去接游客 主要是这样子 我们那个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林地吗 现在不是很多村民在砍伐竹子吗 砍伐竹子对于出游的人 就是游客来说的安前是有隐藩的 有好多竹子出吗 之前有两三家出了竹子 因为他们是从山上把竹子给弄下来 可能会我怕有安前隐藩弄伤游客 所以的话我现在也不敢是说开业 我觉得要协定好这种关系以后才来开业 竹子的问题 然后我流转的时候你看 其实市场价格是四五十块吧 我也去调查了一下市场价格 但是他们要出的价格是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是无论是好的 差的都是一百块钱 但是这是及个别人的想法 他们在股东者一些 因为大家都在利益面前嘛 所以的话 不行 村上要坚决支持这东西 这东西要宣传一下 这么大一个项目在我们成烟 在我们心眼不能这样的 这种歪风邪气不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这个我们跟他们也是多次都是说过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 我们保证老百姓的这种既得利益 他既得利益不少 这边跟老百姓开过费吧 开过 跟老百姓怎么样的 老百姓的意见是 他们可以就是有能支持这个成员发展的 可以用以或者是以另外修条路 或者是以承包的方式都行 成员古客家民俗村 是率将在发展全域旅游时重点扶持的一个项目 2018年返乡创业的园林 在生态旅游山庄修建之初 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因为考虑到生态旅游农庄 不仅能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 还能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率将便给予了园林大力支持 甚至挨家挨户地走访村民 在保证村民利益的同时 让项目顺利进行 相存任心20个字 产业兴旺 生态运气 相逢文明 智力有效 身份富裕 关键的我觉得还是属性的 要人才真心 拼盐起来的 云上拼盐 我们成员股 也是我们一个在外 创业的人 他把外面的企业卖掉 回到我们成员 投了几千万 他的带动我们的平均富 也是应该是非常大 我们几十个人在那里作私 社会效果也好 经济效果也好 我们每个村 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 这样一个产业代头人 支付代头人 我整个村都活掉了 黄金周即将到来 成员股如何解决与新原村的矛盾 率将的计划准备的如何 敬请关注三农群会 五一来临前 成员股为村民修建的出竹子的路 已经进攻 成员股得以顺利开业 永宁镇也迎来了大批游客 率将特地抽出时间 加入到游客当中 与游客互动 了解游客需求 可以吃这样吃 这里 在未来 率将希望能继续丰富当地产业类型 壮大产业力量 通过当地特色的旅游资源 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业 闻名名风相风 在全镇百姓的共同努力下 努力实现全镇的乡村产业振兴目标 未来的平田我相信会更美 真正成为在我们平田老板中心目中的 我们长沙 余甄 武汉 南昌 这些的一个后花园 真正成为我们同古的木杆山 让云上平田 人美 村更美 民富 村更富 欢迎收看由政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